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想法,我们再来看山上的画,我就觉得他的画的确呈现了一种非常有意识的困惑 他画的是山不是山,他画的是树不是树,他画的是云不是云,他把这个树啊、树啊、云啊几何画 在这个年代,你居然画山不是树,画树不是树,画又不是云,几何画,你疯了你 接受古典主义的人讨厌印象派,接受印象派的人讨厌点产派,接受点产派的人讨厌塞上 肯定的,所以我们一定是最难接受塞上,但是我们越理解他才越发现 这个世界是有各种体和性出生的 所以他的画就成长对于一种,你都发现没有,相当不是画画,相当在整理物相 他背后的事,其中的是信念,这个信念就是真理,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哲学 从这个一三代展上这个哲学里面 谁把这个继续发展的,法国的波罗克和毕达索 对吧,毕达索画那个雅卫龙的少女啊 波罗克画的一个,我记得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境目就是琴和阻碍 他们的理论就是从塞上发展过来的,不过他们比它更进一步啊 比如说,波罗克画那个小提琴,你发现大小提琴总是切开很多部分 什么意思啊,是因为传统观看物像是一个试点,我们人就一个试点看过去对不对 波罗克说,如果我们同时存在四个试点,为什么不行啊 只能四个试点这个小提琴都被分解了嘛,这个主体就被分解了嘛 就出现了我们所看到的很奇怪的东西,就是毕达索画的脸,鼻子是侧面的,眼睛是正面的 其实这个形象也有来源了,古埃及这样画的,当我们说古埃及的这样画是因为不知道怎么画 侧面的眼睛啊,但是到了毕达索他不是这样的,他就出现逆批准备 特别理论,特别理论我们是公布正第一个现代主义牛排 我们理解了特别理论,理解了立体主义,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说山上 而不是高峰和樊高,是现代一些东西 因为是不是才只要打破单一四点的这种观看方式 那么立体主义有没有理论,哪有理论呢 最重要的理论叫做格莱茨,格莱茨就写了一本特别理论 今天我们所有关于立体主义的理论就是格莱茨创意的,当然也带来另外一个结果 在二十世纪的头十年,一九一年到一九二零年 你想当先锋画家,你就画马赛克去吧 我们出生在马赛克吗,马赛克,然后马赛克画多了 毕达索就厉害了,烦了,就走向所谓的艺术史 叫做综合立体主义,不画马赛克了,反映立体就大色快 而且毕达索你发的没有,狡猾的毕达索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立体主义 你必须觉得我没关系,我什么立体主义,我想画怎么画是怎么 但是,沿途在地上,在在塞上 从意义上来讲,相当是个思想家,是个哲学家 所以,一个艺术家是不是哲学家,或者说艺术里面有没有哲学 这个话一般来讲没问题 但是我还是强调我的一个习惯,具体式成具体的 我们还是要把这概念落在一个具体的引进 具体的历史的一个现场,可能我们才会有一个好的问题 那你怎么看,如果现在的学生在学画画的这个过程里面 是否要学很多哲学的这些知识呢? 这也是个两看的问题 比如说,我就反对一个说法 一个艺术家要想做好艺术,必须多读书 读书多的人,其实可能画画越长 我不认为艺术和读书有第二个关系 当然跟思考也没有关系 但思考有两种,一种叫读书的思考 不读书的思考 我们的惠人就不读书的思考啊 两个和尚看到庙上面那个漆飘来飘去就争论了 这个漆动还是风动啊 这个惠人也不懂文字的,再听他们讲,讲了之后说 心动啊,而且也对了 是吧 思考也可以规定读书 我的意思是说,这东西不能直接挂钩的 但是有一个现场一定是可以吃出来的 为哲学而哲学 以为自己的艺术深刻,所以我要读现象学 读海德克,读加巴默,读康德 读完以后就在一个画里面 我要画存在,我要画现象 我要画本体 大部分不成功 一定 因为你是一丝那硬成 而且越读越傻 越读越傻 所以呢,我对艺术教育是有疑虑 当西方的现代艺术教育变成一个理论教育的时候 一个当代艺术教育要读很多理论书的时候 它又不是按照理论那个路子 究竟会有什么寄火的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我觉得 因为我还有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书要跟你产生一种 书和你必须产那种互相激活的关系 这是我最近一个最大的一个情络墙 有的学生或者有的朋友问我 杨老师这种书我读不懂,怎么办呢 然后我回答很紧张,又不读了 没有这么说很重要啊 不读不行啊 重要也跟你没关系 因为你读不懂 你读不懂就不读啊 你不要以为这么说很伟大 所以我一定要读,不是的 对吧 而且你硬的要读的话 你只是为了那种邻居 为了那种压力而读而已 为了别人而读而已 不是为自己读 这个时候我们要说明这个很简单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你读不懂得很简单 这么说跟你没有发生关系 这么说没有激活你 你也没有激活这么说 我认为书和人或者思想和人的关系 是彼此互相激活的关系 我这相反现在越来越玩 越来越牢固 越来越成熟 我觉得 所以千万不要跟我单纯的说 读书多就一定聪明 有人读书越多越长 然后一定要大胆地回答 这本书是伟大的民主 改变世界的 改变历史的伟大民主 你不读就不行了 那你读不懂 你就不读了 伟大观你有什么关系 跟你有什么关系 因为它跟你没有发生关系 这里面我们回到王阳明的立场上 明代王阳明的新学 王阳明的一句话很有意思 我们非常简单把它说成是 主观唯心主义 王阳明说 这个话是这样说的 山中花 山中之花 你看到时 它在灿烂开你 你看不到时 它就寂寒寂寞 寂寞 怎么说 寂寒 就变成很沉寂了 山中之花 因你看它而 就是 鲜亮 和灿烂 你不看它 它就归于寂寞 归于寂寂 归于死急 然后我们说是典型的唯心主义 因为 这句话的意思是 精神在前 花在后 错 这很客观的 而且我们说的很清楚 你看它时 如果你心情不好 看那个花 再灿烂 也不灿烂 那个花就是死花 对 而且我们说的很清楚 你看它时 它在你心中灿烂 你不看它时 它就不存在 不是说花仙 还是人仙 不是这个问题 我们理解错了 没有谁说过 什么世界 精神在先 木质在后 这个完全是个误解 但是对于我们人来讲 对于我来讲 对于你来讲 这个问题是很现实的 就是 你不看它 它对你就不存在 管它是明珠不明珠 这么说 当你打开看不懂 意味着它跟人 没有发生关系 它没有激活你 那怎么办 在那边去 不看 有一天它会激活你的 所以我非常反对 几个通常的做法 为了显示我们有文化 我认为这是一个做主 比如说 一开书单 这三百本五百本 开了干嘛 我是不是想这边 我开书很多 没必要开那么多书单 第一个就是 一定要 读明珠 什么叫明珠 就像我 那个小孩 跑来跟我聊天说 他们现在要 中国的中学放假了 这个 中国的中学放假 回家读文学明珠 我说读什么明珠 读特是他的战略有和平 不过我没读过 很啰嗦起来 秋山六十五米 他就不读了 那为什么一到读 战略有和平呢 那时候明珠系列 一到系列读 比如说做研究 做研究另外一回事 比如说我研究 十九世间 俄罗斯文学 必要读 必须读 因为那是研究 没话说 只要你不是研究 读人干嘛 所以我的看法很简单 那管他明不明珠的就是 他必须跟你发生关系 彼此是个激活关系 书激活你 或者你激活这么说 他就黯然有趣 都不激活了 我就看天看地看太阳 哦 无所谓 人生啊 根本一定要装出一个 好像 饱读诗书 这个学乎5G的鬼样 对 OK 这讲到独处去 这个问题 但很有启发性啊 杨老师讲的这个 对 这是我一个很强的来看 就是 管他不用明珠的 你读不懂就不懂 回答最简单 不懂 对 什么 Late 了 proced